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光是疫情 不光是大自然的灾难 社会的问题 种族的冲突 包括昨天晚上居然会 居然会以后才听说 美国的川普总统跟他的太太也都感染到疫情 那所有的事情都在改变 都不在人的掌控中 人可以有各样的计谋 可以有各样的方法 可以有各样的盼望 但是连立王 废王这么大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 更不要说今天我们还有其他其他的计划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永远带着一个很谦卑的心 能够很认真 很敬虔的度我们在世的寄居的日子 我想两天过去了 我不知道神在过去这两天 有没有对我们说什么话 神说话要很慎重的 因为神不随便说话 神所有说出来的话不仅给我们生命 神对我们的说话也是给我们的使命 要叫我们把它真实地活出来 我想这两天我们不仅仅享受主的同在 虽然是在线上聚会 但是我们仍然看见圣灵的祝福 主亲自的同在 也讲到肢体之间的相爱 我们怎么样在生命里面 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零距离 虽然外面把我们隔开来 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是一起的 特别也有弟兄姊妹回应讲到说 里面也都有同样的痛苦 不愿意在主的面前再继续绕行 那我希望这个痛苦在我们的身上产生真实真实的影响 怎么样子能够接受这么多牧者 这么多同工跟我们的交通 让我们能够为的主也为的神家 我们能够再受生产之苦 让基督能够成行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都希望在主的面前不要再绕行了 真的浪费了那么多的日子 白费功夫 浪费时间 而且我们在主的面前空跑 徒劳 这些都说到是我们的亏欠跟浪费 那么主既然如果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 感动我们 那我就希望我们不要再继续绕行 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回到自己的岗位 回到自己的家中 我们还是同样的生活方式 还是用同样的心态来生活来侍奉 我们从前是绕行 现在还是会继续绕行 我们一定要从里面 从生命的里面 从里面有个痛苦 有个负担 说我不能够再容让这样子的日子下去 我也不甘心再回到从前 那种日复一日 自己在主的面前绝对没有太大的价值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下一个题目 从转化到成形 从绕行到进入 我们特别说到讲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 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不走迂回的道路 也更不走偏差的道路 我们能够直接照着神的心意 能够进迦南 所有路上的每一站都是暂时的 进到基督里 进到迦南 才是神要我们去的 那第二个呢 今天讲到从转化到成形 那特别是讲到我们在生命上 那么不光是我个人的生命需要长大成熟 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 我们更是希望整个教会 或是基督的身体 能够在这里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所以其实如果弟兄姊妹注意听的话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 跟我们的意象 基督和教会是息息相关的 怎么样子让基督不仅成为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 我们追求的目标 好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长大成熟 不断地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 transformation转化 以至于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身上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等一下也会从以福所书第四章看到 怎么样子让整个教会 基督的身体能够不断地长大成形 然后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所以讲到基督和教会 那么今天的主题经文 加勒太书四章十九节 我小子们啊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那我想第一天 于师母也放了一个图 那是前一阵子 我也放过另外一个图 就是讲到小婴孩在腹中 他开始成长的过程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图 他根本就是从刚刚开始 怀孕那个细胞开始 一路上成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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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成形 那如果今天没有成形 或是生出来的 没有办法活下去 那都是很痛苦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图画 已经知道了 保罗说我要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 他说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所以无论个人或是教会 要怎么样子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是神招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 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在这里讲到万事互相效力 为的就是要叫我们像耶稣 那我想我前面打了一句话 对不起我讲太快了 跳过去了 就是不只是为着我们个人 更是为着基督的身体 昨天院长也跟我们交通到 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 那么神在外面 神使万事互相效力 让所有的事情调动万有 万事都在这里做一件事情 要叫我们得到益处 而这个益处就是叫我们有份于神的荣耀 这个益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我常常称它为这是圣经上神永远旨意的告白 圣经上有几个地方讲到神永远的旨意 神的旨意 那么这一段是把它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不仅仅告诉我们神所要的是什么 也告诉我们神在怎么样子来完成 他这个计划 所以在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为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 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弟兄姊妹 我们就看见这一段的圣经 中文的圣经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我想昨天院长给我们很清楚的分析 从原文从他真正该有的意思 讲到这是一个神主动在做的事情 神主动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要把我们这些人能够跟主跟主耶稣 能够在的生命能够磨成同样的形象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永远的旨意 跟神工作的法则 神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要让我们要让教会都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 能够让基督成行 能够让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 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我想我们道理其实都不难懂 道理我们都知道了 但是关键最大的关键 一个是在于我们没有真的进入 另外一个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真的活出 也许你会不服气 但是我想随着时间的过来 当我们逐渐成长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承认这句话 默然德烈曾经说过 你要一个不信主的人 让他肯把耶稣接到他心里面去 信耶稣 他说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说同样的 你要让一个已经接受的耶稣 做生命的人 能够把基督毫无保留的 能够彰显出来 活出来 他说那是一件更难的事情 那我不知道 弟兄姊妹 这个阿波阿门这件事情 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如果我们说这是神永远的旨意 甚至是神一直历代以来 在人生上 在教会上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他工作的法则 那我们就不能不 很认真 很谦卑的到主人面前 主啊 让我不要只是在头脑里知道 让这个东西来抓住我 来控制我 来让我人生里面 只要偏离了这个阵路 你把我带回来 只要我困惑失迷了 你用这句话再来开启 让我知道 我为什么人生中 有这么多的遭遇 有遭遇这个事 有碰到那个人 有发生这样子的环境 背后都是万事在互相效力 为的都是同样的目的 所以好事是万事 坏事也是万事 大事是万事 连最小的 频繁的小事情 也是万事 所以十百科弟兄说 你只要任何事情 跟基督发生关系 都是大事 所以弟兄姊妹 希望在我们人生中 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 化平凡为不平凡 因为当我们把属地的生活 属地的生命 属肉体的生命 跟基督发生关系的时候 它是完全性质不同 价值不同 境界不同 所以这一段圣经 其实三而一的神 都在这里工作 你看基督成为生命 在我们里面 基督内住 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 然后神使万事互相效力 在外面 借着所有的事情 在我们身上工作 为的是要把我们 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而圣灵 我们还没有走到那里 退回去 那个圣灵又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三而一的神 都在做事情 基督是生命 神调度万事 在这里磨成我们 圣灵在我们里面 为我们祷告 圣灵在我们里面 来transform 来转化我们 为的都让我们有份于 这一个伟大伟大的计划 所以太宝贵的 所以万事互相效力 是要叫我们向耶稣 那么我们从转化到成型 这是十字架和圣灵 在我们身上一生的工作 我不久以前 在我们退休会的时候 我特别强调两件事情 希望弟兄姊妹 无论如何不要忘记 一个是基督的内住 一个是基督的替代 基督如果没有内住 你外面怎么模仿 怎么样子的要求自己 怎么样子的修身养性 怎么样子的功课 我几生教生服我 那都不是基督 只要不是基督 神完全不要 将来进永恒 只有基督生命 可以进到永恒 所以今天神把基督给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好像神把五千两 两千两 好像托付一样 那是讲到恩赐 但是当神把基督的生命 托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子成为 这个奥秘士的管家 我们好好的来经营基督 能够在每一件的事情里面 借着基督内住 然后当我们碰到环境的时候 我们来学习 让基督替代 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借着这两件事 基督内住 基督替代 我们这一生 就是这样子不断地成长 而让基督成型在我们心里 所以就从刚刚的那个图 一个一个刚刚怀孕 小细胞慢慢长 慢慢长 慢慢长 慢慢长大了 到最后能够成型 所以基督能够成型在我们心里面 其实基本上 就是借着这两件事 一个是他已经内住 成为生命 我昨天讲多 神所有本性 一切的丰富 天上所有属灵的福气 还有我们整个人生中 人所羡慕的 真实的安息 真实的满足 真实那种说不出来的喜乐 全部都在这个生命里面 而今天基督已经住在我们心中 太宝贵了 而基督的替代呢 他在每一个环境都要来替代我们 这是说我们需要看见 而且我们要真正的进入 所以我说道理都懂不难 但是真进入 真活出 这是我们的挑战 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 能够加油 能够看见这件事情 基督怎么样子在我们里面泪住 那我说过了 今天我们不光讲基督 我们更是要等一下要讲到教会 所以讲基督的这一面 几乎是我 占了我所有的信息里面的绝大部分 怎么样子让基督 来替代我们 我们能够来经历基督 能够来好好的活出基督 这都是在我们的信息里面 所以不光基督 圣灵 神 三位一体的神 他们都在做事情 为了要叫我们这个人 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为了要让团体的基督 教会能够满有基督 长成的圣量 所以底下我们就讲到 在所有的一切遭遇里面 这三件事情 连于基督 得着基督 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基督来 这是我们生命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三件事情 基督内住 所以我们可以连于基督 万事互相效力 为的是要叫我们得着基督 而基督的替代 为的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 你发现了没有 其实这是几乎占了我 所有曾经传过的信息 或是我们在SVCA 矽谷基督徒聚会里面 我们最常传的信息 就是这些信息 我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有太多的遭遇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 因着基督 内住在我们里面 那我们就学习来连于基督 因着基督 因着万事在那里互相效力 就让我们务必要得着基督 然后也因着基督 在我们生命里面 他不断地替代我们 而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 让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而能够是基督 在我们身上活着 所以我在这里 以前犯过好几次了 讲到我们属天超越的生命 就是老阴 那么属地跟属土的生命 就是这个地上的 那我们里面原来 与生俱来的 就是属地属土的生命 甚至是属肉体的生命 对不对 我只是没有时间写下去了 我只是用基跟老阴 来比喻做两个很简单的例子 讲过太多次 但弟兄姊妹 我希望我们真正能够放到心里面 知道如果今天不是神怜悯 我们就是一个属地的 就是一个属土的 然后就是一个属肉体的生命 那我们自己就活在这个属地 属土属肉体的狭制中 自己活得非常辛苦 而且也会让别人非常辛苦 我不晓得有几个人 我们能够说我周围的人 越靠近我的人 越从我身上得到祝福 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时候 都很亏欠 说不出来 对不对 还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公司 变得一个被人人夸奖的 一个杰出的员工 表现很好 我们在外面可以彬彬有礼 被人家称为绅士 被人家称为君子 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 很多人夸奖我们 觉得我们很爱主 但是弟兄姊妹 如果这个东西是真的生命的话 是真的属天的超越的 那个基督来的生命的时候 应该谁跟我们最靠近 他应该得到的祝福是最大的 因为那是基督的活处 同样的 这是讲到生命 两个不同的生命 他的生活的境界 他生活的性质 他生活所带出来的果效 所带来的影响 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的 在他这个所能够成就的事情上 两个的生命也是完全不同 我打过比方 就是如果要翻阅一座高山的话 母鸡要翻阅 几乎是要他的命 很可能翻阅不过去 可是对老鹰来说 他根本不就是两三分钟的事情 他可以翻山越岭 十个山岭他都可以过去 一只老鹰 你要叫他翻一个小丘陵 他可能被黄鼠狼吃掉 被蛇吃掉 他可能渴死 可能累死 可能就跑不动 那今天我们在地上 生活这么多的艰难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 需要连于元首 需要连于基督 需要来认识基督的内住 这么伟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而让基督来替代我们 好 那么基督内住 基督替代 有另外两节经文也很重要 好 我们看一下 就是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怕止几时就除去了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所以从转化到成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生命 它是一个过程 它一定是荣上加荣 越来越荣耀 越来越像主 它不会让你 这个一夜之间 从此以后都是基督 虽然就的客观上来说 我们应该是这样 但是就的主观上来说 我们这个人还是常常活在 救老我生命的挣扎和争战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人常常需要 要练一点功夫 就是回到主的面前 不是凭自己努力 不是凭律法 不是励志行善 而是就是这么简单的 学习退回到主面前 他在这里讲了 几时归向主 我特别用了红字 我们几时归向主 有个parts几时就出去 parts的存在 我们先看下一张图 我们再回来看 下一张图 我们在这里看见 一个parts的存在 它第一个 它称为绝缘体 你看到电弓弄的胶带 就是我们一般的胶带 它是绝缘的 我只是随便找一个 我不是替这家做广告 我也不知道这家是谁 它底下打的 它说耐高温 耐高压 然后能够主燃绝缘 就是让它火烧不起来的 然后也能够防止电的 防止电走火 然后防水防潮 弹性好 一个薄薄的胶带 它能够把电给隔圆掉 所以一个parts 不需要大 不需要厚强 只要有一个单薄的parts 它可以让我们经历不到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同样的一个parts的存在 你看这个人长得蛮结实的 他可能很能干的 可能武功很好的 可以做很多事的 可是当他被遮住的时候 他就一下子看不见他的处境 好 我们现在倒回来 看刚刚的经文 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这个parts几时就出去了 然后带来了两个很重要的事 一个就是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就经历了在圣灵里面 圣灵释放的大能 你看我们多少的巨会死沉沉的 多少时候我们灵书祷告 自己都干干干干巴巴的 我们经历不到圣灵的高油 经历不到圣灵的能力 我们经历不到圣灵的释放 就是因为有个parts存在 同样的第二件事情 parts的存在 让我们看不见主的同在 当parts出去的时候 他说我们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我们就可以从禁止力返照 变成主的形状 容上加容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 弟兄姊妹 你可能就会问我 到底你这个parts指的是什么 parts可以很多 我们对神不幸的恶心 就让我们看不清楚 我们在神面前 不肯对付的罪 也会成为parts 我们里面过不去的人事物 他会成为我们的parts 我们个人主观 对圣经的解释 不让圣灵来光照 我们自己 凭着自己的看法 他会成为我们的parts 这就是以色列人 保罗说 那个parts在基督里 早就废掉了 但是以色列人 今天读圣经的时候 这个parts还遮住他们 因为他们认为 神借着摩西传的律法 是他们的荣耀 神的圣言推给他们 所以他们要靠着律法 来称义 这个成为他们的parts 基督明明来了 基督明明就在他眼前 但是他看不见基督 那么今天我们的parts 不要多 我们如果不很认真的 去在乎 我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话 任何一件人事物 任何一个负面的情绪 任何一种观念 任何一种教导 任何一种圣经的解释 他都可以让我们看不清楚 所以不光绕行要进入 我们也希望主除掉 我们的parts 让我们这个人 能够不断地被主改变 所以什么叫做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然后要把我们的心智 改换一新 有新人的真理和仁义 这个性情 我们这个人需要被 新师改换一新的 我们常常都是照着我们的成见 去看圣经 照着我们的成见 去看侍奉 所以我们这个人 很容易就被隔开了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的盼望 那么底下有一个小图 这只小老鹰 或者小鸡 原来是属土的 属地的 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当我们这样子去看耶稣 常常坐在主的脚前 回转向主 你可以告诉主说 主啊 告诉我 我现在的帕子是什么 帮我除去 我要做的就是回转向你 我要做的就是 主啊 我在这里 我需要你 我真的需要 我的生活中需要你 我的生命里面需要你 我在难处中需要你 主啊 在我这个平凡的生活里面 我也需要你 当我们这样子转向主 来看主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主就把我们的帕子给除去了 他会帮助我们出去 当我们这样子来看主 他说 我们就藏着脸 得以建造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主的形状变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罗马书八章28节到30节 神怎么样子来磨我们 一方面借着万事互相效力 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 所有的环境都在效力 都是神死万事 为的是把我们磨成 把我们使之同类 让我们能够跟基督 变成同行的 一方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的改变 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 怕是出去了 我们藏着脸 能够从镜子里仿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他说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所以圣灵释放的大能 跟圣灵转化 这种改变生命的大能 就都在我们身上 可以实现出来 太宝贵了 弟兄姊妹 我这些信息 讲了很多遍 我相信弟兄姊妹 任何一个人 在博训上过一段课 都可以讲 我刚才要讲的东西 那我为什么不厌其烦的一再讲 因为我们生命 如果不长大成熟 我们就很难回过头来 为神家再受生产之苦 我们自己的生命 一定要不住的 更多的来得着基督 好让我们用基督 来服侍别人 我们用基督来为别人 帮助别人一起 让基督成行 帮助让整个教会 在主的面前 可以在爱中建立自己 让我们能够不住的增长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样 好我们现在要来看 今天的后半段 就是我们不光是讲到 我们生命 个人的生命 要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 把我们真的是磨成 神儿子的形象 使之同行 conform to the image of the Son of God 让我们像耶稣 所以神所有的工作 三而一体的神 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工作 为的就是叫我们 生命长大成熟 像耶稣 太宝贵了 好我们现在 底下来看这一段 我们怎么样子 从个人的身体 长大成熟 能够到整个 个人的长大成熟 到身体的长大成熟 就是让我们 不仅基督成行在我里面 基督也能够在教会里面 能够让整个教会 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 我来念这段经文 以佛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 都是我们很熟很熟的经文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 凡是长尽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段的圣经 我想我们非常非常熟 所以我们不光是 有个人生命的长大成型 也要有整个教会的 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 那等一下我们会看 这个其中有四个 很重要的点 但是在看之前呢 我先让大家看三幅图画 第一个图画 这都是我前一阵子 在教会放的 我从前用这个图画 来跟弟兄姊妹勉励说 要找一些爱主追逐主的同伴 因为我说领袖决定了 我们成长的高度 那么同伴决定 我们成长的速度 我为什么弄这个南瓜呢 因为以前在我们这边 三十年前 第一次这个南瓜比赛的时候 冠军只有135磅 大概就跟右下角的 这些南瓜差不多 大概100多磅 那就是冠军的第一名 那么到2016年 在比利时 比利时有一个南瓜 送到德国去参加比赛 那么它有已经到达了2624磅 这么大的一个南瓜 那是从前人从来没想到 南瓜居然可以长到这么大 那我今天在这里借这个图呢 我的重点就不是重在讲 同伴能够影响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长 能够不住的成长 不会安于现状 反而会很激励我们继续往前 不然我们很容易骄傲 很容易自以为自己不错 自以为已经够爱主了 你看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 我能够这个样子已经不错了 这个就是停顿 就是停止成长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我今天借用它是讲到我们需要 个人也好 教会也好 需要凡事长进 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长进 必须是连语言守基督 但是我先强调凡事长进 我们个人的长进 我常说了 你在生活上 生活习惯上 言语上 这个对人的态度上 人际关系上 很多的事情都可以长进 对不对 包括我们的语言能力 包括我们的发表 包括我们去服事 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 接受任何的侍奉的工作 我们是不是认真 我们都可以长进 但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需要凡事长进 教会什么时候停顿 教会什么时候进入一种 maintenance mode 一个sustaining mode 就是只是维持 那么这个教会就一定 进入死 不能讲死亡 就是进入死成 没有活力 因为停止成长 连改变生命的教学 老师都告诉我们 他说你任何一个主日学老师 如果停止成长 你就应该停止当老师 停止教学 所以今天在神家里面 在我们个人里面 我们一定要不停止成长 那基督是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成长是没有上限的 但是我们成长的速度 不能够再耽误了 所以我希望博训的学员 你一定要找到属灵的同伴 不管是教会里面 家人或是你在学习小组里面 找到一些亲心爱主的人 彼此督促 不要天天谈的都是世界上的东西 买什么东西 穿什么衣服 孩子上什么学校 应该怎么做 弟兄姊妹 这都是今生的事情 都是会过去的事情 让我们一起来追求 能够追求在主的面前 不住的长进 第二个图给大家看 这也是我们都用过的 我在这里今天要强调的是 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一起成长 要整个全体一起 共同有的一个标杆 跟祷告 要一起长 我们说过一个木水桶 它沉水的度量 你可以把它比喻做 承受祝福的度量 跟成为祝福的度量 神要把祝福倾倒下来 根据我们的度量 现有的度量 同样的我们这个水桶 要拿去服侍别人 要成为别人祝福的度量 是由这么多根木头中间 最短的那根来做决定的 不是由最高的那根 所以我们在神家 决定没有个人主义 我们希望有更多 亲心爱主的人被主兴起来 但是决定不是你个人爱主 一个真正亲心爱主的人 他一定把他得到的丰富 或是他个人得胜的经历 虽然这些经历是他个人的 但是他是却是为了教会的 而且要成为教会 所以整个教会一起成长 需要成为我们共同的标杆 同样的在教会里面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部门 各样不同的事工 你看我们可能会有儿童教育 会有敬拜团队 我们会有主日学 有成人主日学 我们还有讲道团队 我们还有总务团队 我们还有音响团队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团队 对不对 有福音的团队 关怀的团队 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 部门跟ministry 我们一定要一起长 任何一环缺了 就让教会很多的祝福出去 任何一个现有的团队里面 例如说我们现在讲 招待团队 或者我们讲音响团队 或者我们讲关怀团队 福音团队 我们随便讲一个团队 你团队里面的同工们 如果不一起成长的话 你这个团队的祝福 跟影响力就一直受到影响 因为大家久了 其他人就累了 对不对 他拼命长长长长 这个木头长得很高 可是祝福却从我们这边 不肯长的 不肯认真服事的 在事丰上只是维持的 只是维持局面的 交差了事的人 所有的祝福就从这里露出去 明明那么多人那么认真教主日学 那就是有你这两三个主日学老师 每次都不预备 每次都不好好教学 然后让大家对主日学带来的批判 说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太差 很多父母来了就走了 那其实可能只有两三个老师不尽责 同样的敬拜团队也是 大家都唱得好好的 你走音你唱错了 那这个是我的问题 我常走音 所以我不敢加入敬拜团队 那这个要进步 大家要进步 在家就是要念唱 在家就是要把歌词熟练 要不是只是技巧熟练 因为你技巧熟练了以后 你在服事的时候 你的灵才能自由 不然你的眼睛就被你的 这个歌词绑住了 你就一直瞪着歌词 你自己灵不释放 整个聚会怎么可能被带着释放起来呢 教会所有的部门都是这个样子 任何一个部门本身的部门里面的同工不长进 整个部门就不长进 你这个部门不长进 整个教会的长进就一定有 因为你们这个部门受到亏损 这个叫做一起长 就不管同伴会决定我们成长的速度 同伴如果不一起长的话 会影响我们可以承受的祝福 跟带来的祝福的度量 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为别人再受生产之苦 因为神家不能经不起这样子的浪费 经不起这样子的耗 经不起这样子的绕行 经不起这样子我们的折磨 所以很多都是忍者多劳 到最后累得不得了 就是这种浩劫 burn out 然后就打退堂鼓不服事了 第三个图 他在这里讲到我们要彼此相助 在爱中建立自己 他不光摆结各按各职 讲到我们要尽自己的那一份 而且在我们尽自己的那一份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爱 是为了要去帮助别人 为的是要把整个身体一起来成长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这个青春于南的领袖座谈里面 我们也会分享一点在成全团队上碰到的挑战跟困难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所有的服事里面 我觉得最辛苦最耗力量 或是甚至让我们最受伤的 其实都是在帮助别人 而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追求 或是我自己上生病 这个碰到什么困难 这种难处其实都很容易带过去的 最难的都是在身体的命运 在建造身体上 所以我们燃烧自己 能够照亮别人已经很了不起 很多人不肯燃烧自己 不肯舍己 不肯付出这个代价 让自己燃烧能够给别人带来祝福 给别人带来光明 给别人带来温暖 给别人带来安慰 这种人已经了不起 但是我们今天神家更希望找到的人 是不仅他照亮了别人 他能够点燃别人 这个叫做再受伸展之苦 就是希望基督不仅成行在我里面 我也希望基督成行在你的里面 成行在他的里面 成行在每一个人的里面 当我们如果有更多的同工 更多的领袖 每一个更多的弟兄姊妹 这么做的时候 你发现蜡烛到处都是 神家充满了光 这是我们盼望的 所以我们讲的这三个图 那我们看了这三个图以后 我们知道成长得很重要 那我们再回来看刚刚的圣经 我们再读一遍 然后我就讲后面的试点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凡事长尽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到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好 那我们现在就从这段的经文里面 我就提几件事情 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达到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保罗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借着神所赐的特别的器皿 他们给我们的成全和建立 借着神所赐的特别的器皿 刚才读到了 神赐给我们使徒先知 传福音的牧师教师 那么今天你先不要去分析说 谁是这个谁是那个 到底现在还有没有使徒 还没有先知 那很多人就是天天在打这些仗 然后却不肯真正的起来成长 不肯被主来成全 那弟兄姊妹 我们就把它简化 就是神为了建造教会 神兴起了一些特别的器皿 他可能就是你的小组长 他可能是你的妻子 他可能就是一个刚得救 没有多久 可是在神家非常认真服侍的人 他甚至可能都能够帮助我成长 这是指的一般性 神借的各式各样的器皿 万事互相效率 要帮助我们成长 帮助整个教会的人 如果都是有不同的器皿 在帮助我们成长的话 那么整个教会就成长 那我们这里所说的是 神所赐的一些特别的器皿 他们来成全我们 他们来建造我们 那我们今天很需要为神家祷告 希望有神家更多的领袖们 不光只是做事 做榜样的领袖 更是能够起来成全圣徒的领袖 请大家特别注意这段经文 基督身体的建立 不是借着他们五个人来建立 他们这五种的恩赐 是为了成全圣徒 然后让所有的圣徒 各占其位 各尽其职 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基督身体的建立 是所有人的事情 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 是所有的肢体 所有的木条 都要成长的 这些器皿 不过是来帮忙的 这些器皿 是为了神家受生产之苦 再受生产之苦 他为的是成全圣徒 让大家可以各尽其职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事情 好 那第二个 借着在凡事上不住的长进 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 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我讲到引用过好几次了 绝大部分的英文的版本 都说到我们是 grow into Christ 是我们能够 grow in all things 在所有的事情上 我们都来成长 所有的事情 每一件事都可以成长 然后呢 长到基督里 不光是在基督里成长 我们常常都讲 要在基督里成长 在主的恩典里成长 这都是对的 也是决定合乎真理的 但是保罗在这里 特别用了 另外一种的表达法 他说要叫我们凡事长进 中文翻成连于元首基督 英文是说 凡事长到基督里面去 换句话说 我们的长进要给身体带来帮助的 是为了长个教会的 而且他的内容性质必须是基督 所以他才可能有永恒的价值 今天我们都在长进 我决定相信我们听到的人 里面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上进的 你可能是个电工 你在电工上也在学习长进 对不对 你可能是个学生 你在读书上很认真读书 你在学习知识长进 你可能是个医生护士 你也在读书 为了让自己赶上时代 能够知道各样的病 能够去帮助别人 我们有很多的长进 但是弟兄姊妹这里说的长进 是在基督里 而且长到基督里 是能够有永存的价值 是归到身体里面来的 是归到教会来的 原谅我说 很多人在教会里面 他也花很多时间 去跟人建立关系 帮助这个帮助那个 但是久了你发现 他去爱别人 他去帮助别人 都是绕着他转 不是为了身体 让别人夸他 哎呦你好有爱心 哎呦你圣经好熟 哎呦你好有恩赐 哎呦你你你你 你把家搞得真好啊 我们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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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跟别人分享 跟别人什么 丢子妹我不是说不好 但是如果我们里面 没有这样子的看见 或者说我们的动机 不是为了基督 不是为了身体 其实有的时候反而给神家 带来很大的难处 神家为什么会有分门结党 就是那些有经验的人 把它显明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在这里 带领人帮助别人 爱别人 如果不是为了身体的缘故 我们在这里做这些事情 原谅我说 如果我们动机单纯的话 我觉得主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天 看见身体很重要 让我们要把这件事情 跟身体连在一起 如果我们的动机 是为了自己的话 圣经上发生过太多次 你可以读到很多的故事 教会历史上 发生过太多事情 连耶稣来 法利塞人都是这样 就是看人都去跟耶稣 怎么办 所以他们希望百姓们敬畏神 不是为了神 而是为了跟他们 所以连比拉多都看出来 这些人是为了嫉妒 把耶稣教来的 所以我们带神儿女们 服侍神儿女们 一定要单纯 是为了基督 是为了身体 是能够长到基督里 是能够长到身体里的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再受伸展出苦 不是为我 我要生一窝的人 跟着我来拥护我 称赞我 弟兄姊妹 这些在神眼中 神不愿 所有的事情 都必须是为了基督 他必须是基督 为了基督 可以归给基督 所以我希望你们 在教会服侍里面 没有一个人 是为自己服侍 我们所有的追求 没有人是为自己追求 我们去爱别人 去服侍别人 也没有人是为了自己 都应该带到身体里面来 这个叫做为身体 再受生产之苦 这个叫做来补满基督 患难的亏欠 在神家里面 基督做成了救恩 他走了 把我们留下来 这是教会 教会今天在地上 就是要补满基督 患难的亏欠 就是再受生产之苦 再受生产之苦 个人教会都需要受生产之苦 这是讲到凡事长进 所以我们的生命要长进 要在基督里长进 不住的长进 不要以为你只能长到135磅 我们可以长到2600磅 我今天一点没有在夸南瓜 南瓜长那么大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跟价值 我不是叫你们弄南瓜 去把你比成属灵生命 这个不是 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讲 我们这个人成长是没有上限的 因为基督生命太丰富 太伟大了 基督是我们的领袖 领袖决定了我们的高度 没有人可以跟得上基督 对不对 所以保罗才会说 我竭力追求 或许我可以得着 神在基督里所要我得着的 因为太丰富了 但是成长 我们同伴们 我们一起长 我们彼此的基力长 让我们彼此相助的长 让我们可以长到更成熟 而且都是长到基督里 第三件事情 借着活在身体的佩搭里面 所以我们不光有个人的属灵生活 我们要很在乎 我们也要在乎身体的生活 教会的生活 这一次的疫情 当然神借着这件事情 我们看见神各方面的显明 显明我们个人家庭教会 社会 国家 国际 所有的问题几乎都被露出来 而且一直还在暴露中 还没有结束 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出现 但是有一件很另外一件事情 一个很大的对教会的影响 就是我们很多都被关在家里 虽然在中国这个问题暂时过去了 我们也希望他不要再回来 能够让在中国能够平平安安的 大家不要再被这个疫情限制住 但是至少我们在海外 我们有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聚会不能自由 那我知道就算没有疫情 可能还有别的事情 让我们不能够活在身体的里面 所以当我们外面环境被限制住的时候 我们也不浪费 对不对 就像哥哥讲的 我们在家里面怎么样一样 把教会的生活 在家里面能够落实 在家中好好把孩子们 趁着这段时间带好 我们怎么样让家就是一个 教会的一个小影 一个彰显 一个见证 但是我们更盼望有一天主能够释放我们 让我们能够再回到 能够在神家里面 虽然不是大型的教会 虽然我们不见得一定能够搞什么大教会 但是都希望大家回到身体的里面 在身体的配搭 那第一件事情 讲到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 讲到我们持定元首 所有身体的建造 身体的配搭 永远要让主去守卫 是他在这里把我们联络的合适 不要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 为什么他可以带茶巾当小组长 我不行 为什么他可以当上leader 我不行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 可以那样子 对我们学习活在基督 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我们他是头 我们是身体 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 所以持定元首 让主居守卫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他在这里说 摆结各按各职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功用 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自己的地位上 再拿那个水桶来说 你如果不长 你给你整个教会带来很大的亏损 一个身体 只要有一个肢体受苦 不健康 不function 不进功用 全身受亏损 所以摆结各按各职 全身舒服 弟兄姊妹 我参加聚会 就让我喜乐的聚会 就是看见弟兄姊妹都是活的 哎呀 你发现这个活 那个活 那个活 聚会有活 唱诗有活 一祷告起来阿门 一同声祷告 像大水桶一样 中国教会 动我们的当初 就是那个大水的声音的祷告 每一次说同声祷告 哇 停不下来 大家的赞美 大家的活 有一次我在江浙那里参加薄饼聚会 房间只能挤一百多个 挤得满满的 很多都是这大学生而已 那薄饼祷告的时候 上百人开口祷告 活的一个接一个 一句接一句 弟兄姊妹 这叫做一个活的圣经 你看我现在讲到手动来动去 如果我的手都不动 我今天讲到也辛苦 你们看的也辛苦 所以百节各安各职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功用 而且都要活 我是真的希望全教会都活 不管我自己的教会 SVCA 我希望同工们活起来 我希望所有博训的教会 希望普天下的教会都活起来 第三个 在这里讲到肢体彼此相助 我说过不光自己进功用 进功用的目的是为了身体 所以我们彼此扶持 彼此相爱 彼此相助 我在这里扶持你 所以当我们的指头 被刀切伤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个洗碗 洗手 我们都会特别把它翘起来 保护它 对不对 这个身体任何一个地方 出了问题 其他的肢体都会特别的保护它 我的右腰闪到了 我就发现我所有的力量 都去帮助它 不要让腰废掉力量 因此没 这是肢体彼此之间的相助 第四个 在爱中相互的建立 爱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爱是从神来的 不是天然人的爱情 是主的爱 阿嘎佩 在我们中间 把我们连在一起 我们有时像各个 这个石头 鹅软石一样 我们这样堆成了一道 堤防的墙 如果没有水泥的话 水一来就倒了 那主的灵 主的爱 就好像这个水泥一样 把我们全部都结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老不可破的一道墙 教会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 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图 我们就要唱诗歌了 最后一个图 我结束在这个图 我曾经讲过这个比方 在日本有一个 也参加他的著作 被拿去 这个 洛贝尔的这个 这个 Candidate 这个 他 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 人的一生 像樱花 要在他盛开的时候 结束他 所以这个 三岛游基夫 在他写完他最后那一套 四大册的著作以后 他觉得这是他人生的高峰 他把他的书寄给这个出版社以后 他就回去沐浴更衣 然后用日本武士道的方式 他自杀了 他说樱花在盛开的时候 要结束他 这是没有神的人 但是弟兄姊妹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整个的人生 就是不住长进的人生 就像黎巴嫩的香薄树 高大家美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 加美的生命 我们里面有一个 不断地向上向天 荣美的生命 就是耶稣基督 他在我们里面 他要长大 他要成型 他要成熟 所以我们被称为 在香薄木培训中心 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 辜负了这个名字 给我们的提醒和托付 我们要在主的爱里 在基督的生命里 在神伟大的旨意里 不住地长大成熟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召他们来 预先所召来的人 就是要把我们 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所以所召来的人 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要叫他们得荣耀 弟兄姊妹 希望我们都能够 在主的面前 不仅自己 要竭力地追求长进 要跟同伴们 一起长进 更是要去帮助同伴们 让基督能够成型 让整个教会 能够活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短诗255首 就是我要得到一群 大能的子民 那请弟兄姊妹 注意我们唱三遍 第一个照援助者 他自己的意思 我们唱一遍 充满了赞美 但是第二遍 充满了生命 讲到我们基督需要成型 基督需要不住地长大 属天的生命 要不住地长大 第三个 充满使命的一般子民 我们身上不仅自己长大 我们要一起来建立 基督的身体 让神的身体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能够带着生产之苦 愿意为神家 能够再受生产之苦 好不好 我们连续唱三遍 我要建立 职人的决定 一群同伴在美丽之地 他没有造过 也在我自己 并要荣耀我 宝贵天命 这些情 全能造会 给你爱子 多借负 在你一边 都为你 在你爱子 的孤独 我要建立 兴致他们之灵 已经充满生命 的致命 他们要靠我 立在望此地 并要荣耀我 都为你 这些情 在你教会 借你爱子 的坚固 在你一边 都为你 在你爱子 的孤独 我要建立 一群同伴之灵 一群充满 使命 的致命 他们要靠我 日海 往此地 并要荣耀我 都为你 这些情 天地 教会 天地爱子 的天空 在你一边 都为你 在你爱子 地 我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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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歌 不光是祷告的诗歌 也是一本充满了盼望的诗歌 主自己在这里 要建立他的教会 他的灵也在这里 帮助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能够不仅仅 充满了生命的殖民 也是充满了使命的殖民 不光为了自己 要追求长进 要为了神国 为了神家 我们要一起来长进 亚伯拉罕蒙召 不光自己要承受祝福 还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能够给别人 最大的祝福 就是让他们 能够让基督 全新在他里面 让我们一起 有份于 神伟大的建造 我们最后 再唱一次 带着使命 然后我们就同声祷告 来年否则 我们同声祷告 为着神复兴众教会 复兴我们 我们同声祷告 有时每当琴在这里谈的时候 虽然我们不能够像从前一样 都在同一个会场里面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都是在主的宝座面前 荣耀的主坐在他宝座上 都在看着我们 我们愿意为着我们亲爱的救主 他的心愿 他的盼望 他的等候 他的等候 他的心腹 他的教会能够成熟 能够装饰好了 他好回来 迎去我们 当我们看见整个世界 这样子的动荡不安 这样子的让人灰心失望 这样子有这么多的事情 让我们在这里觉得 实在是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就让我们一起来呼喊 让主快点回来 但是主在那里 等候他的教会 能够快点的成熟 弟兄姊妹 让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 更让我们不要只在为自己活 连我们服事都需要主来捷径 我们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这伟大的国 为了这伟大的身体 是为了我们亲爱的救主 因此我靠着主的恩典 我奉主的名 主啊 你任何弟兄姊妹 如果你在主的面前 愿意更新奉献 愿意有份于 这个让基督能够成行 为别人受生产之苦 让基督能够成行 在众人的心中 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 是为主而活 是为教会 为了神的教会而活着 你在你的位置上 你可以站起来 你可以举手 你可以知道你自己是 势力在神的面前 这个奉献 这个更新的奉献 是对着主的 弟兄姊妹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 就算主慢回来 我们也随时都可能 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所有的计划 都算不了什么 没有主 他一样都不能成就 全世界为了这个新冠 突然来的疫情 多死了一百多万人 弟兄姊妹 我们要走太容易了 我们要走太容易了 主把我们留下来 决定不是为了 我们自私的缘故 乃是为了给我们机会 因为他爱我 让我们有份于 更多得着基督 更多为他的身体来活 让我们个人里面的 基督长大成熟 也让整个教会 基督的身量 能够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 希望所有奉献的 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 出神持守我们 帮助我们 回到自己的教会 回到自己的家中 把自己奉献给主 为了神家活 为了神家祷告 为了神家把自己 放在祭坛上 不再为自己争取 不再去批评论断 不再去在这里懒散 浪费时间 活在罪中 被世界捆绑 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 神家不能再浪费时间 整个世界都在堕落 我们要得着 得着心血 得着爱主的人 愿神纪念 祝福 所有奉献的 主啊 我们在这里 为了教会祷告 当全地都黑暗的时候 真的希望你的家中 仍旧有光 当整个世界 在后现代 个人主义的潮流下 好像随波逐流的时候 主啊 你呼召更多的 器皿起来 成为中流砥柱 愿意把自己放在 祭坛上 活着为耶稣 活着为耶稣 所等候的教会 让我们每一天 都用来长进 让自己长 让教会长 让整个基督的身体都长 主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 虽然我们聚会会结束 圣灵的工作 继续在众教会 在各地 在每一个人身上 能够做更深 更广 更长远的工作 谢谢主 公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这一生 虽然看似无稀奇 今世法的眼界与天 祝你的笑容 使我欢喜 一起奔向 永世万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